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新楼盘是LINE5 那LINE5这个盘呢,去年2018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销售过它的第一栋楼 就是它的北楼 那么现在的话呢,是在今年2019年 它们会发行它们的新的release 也就是它的南楼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LINE5这个项目 那么它具体的地址呢,是在这个 117号Broadview Avenue 大的intersection就是在Yang和Eglington的东北角 这个项目是Meet Town比较罕见的一个master plan的项目 也就是说它不是光只修一栋楼 那么它在整个这个项目当中会修四到六栋住宅楼 那刚才我说呢,是2018年的下半年 当时是发售了它的第一期 也就是它的北楼 那么由于它的这个LINE5的整个的地理位置 和它这栋楼发售时候的价格 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所以呢,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整个北楼就基本售完 那么在2019年初 那么大概在1月份的中旬的时候 我们预计它会发售它的第二期 就是它的第二栋楼,南楼 那么它的开发商是Reserve Property 和这个Westdale Properties 那么南楼它预计的话是修33层 大概的完工时间是在2022年的9月份 那么户型结构的话跟北楼是比较类似的 也会从这个Studio到One-bedroom One-plus-10,Two-bedroom,Two-plus-10,三-bedroom 还有呢,就是那个三个房间加这个Medium 预计的管理费是在五毛八一个平方尺 那么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整个大的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 是相对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这个中层区 那么在这边呢,主要是以这个白人为主 而且呢,它也是各个领域的一些精英 很多非常富有的家庭都会选择在这边去安居定业 在Yang & Eglinton 它这个楼盘的位置是在Yang & Eglinton 这两条主街的这个交界处 那么在Yang & Eglinton这个地方是有很多 这区有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 就是我们知道的Yang & Eglinton Center 那周边还有科技,商业科技公司呢 还有很多这种各种不同风格的餐馆 那么另外呢,最吸引人的是两条地铁线 那么四周的这个绿化呢,和公园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个区域,它是置业生活的一个首选区域之一 那么在整个多伦多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这个租房的空置率是不到1% 每年呢,也都有差不多这个10万的人 是涌到这个多伦多这个城市里面来 所以出租房的稀缺呢,在多伦多来讲 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那其中Meetown呢,凭借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 它也是非常受到这个租客的欢迎 那么Yang & Eglinton它的平均的这个区域的 家庭收入是14万9 它是市中心的1.9倍 这里的住户76%都选择租房 而这个Line 5这个项目又是位于Yang & Eglinton的东北角 那么工资稳定的租客源是这里比较优质的一个市场 那么它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在这边给大家展示的是它的一个这个交通图 那么这个项目叫Line 5 也是因为这个轻轨是第五条这个地铁线 它正好是在这个项目的南边 而且呢,这个轻轨的完工时间和这个大楼的完工时间 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也就是说你正好这个楼刚刚盖好的时候是轻轨通车 那么一般来说新房也会比较受到大家的这个追捧 加上它的这个地铁线修好之后 那么就会使得这个房子在出租啊 或者二手房出售上面啊都会非常的popular 那么这个房子的它的具体的位置的话 它从五分钟步行就可以到达这个我们讲的这个Line 5 这个第五条的轻轨LIT这条线 那么走路八分钟是可以到达Yank Edmonton的地铁站 那么十分钟呢就可以上到那个Highway 401 另外十分钟也可以到这个就是DVP高速 15分钟左右的车程是可以到各大的这个功效和私效 那么北楼呢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发售的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基本售完 那么南楼的话呢是我们这次在1月份的时候会发售的一个新的release 那么南楼和北楼之间是形成一个公司型 它们中间呢是由这种共享的公共设施和这个群楼相连接 那么因为这次发售的是北楼 那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遮挡情况 那么遮挡情况 sorry 这次发售的是南楼 那我们来看一下南楼的这个遮挡 那么南楼往北看 那么就看到的是北楼 所以这两栋楼呢会就是隔街相望 会有一部分的遮挡 但是因为它们之间的距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合理 所以它的光线上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往南看的话14层以上就基本上没有遮挡了 往东向的话是20层以上没有遮挡 那么东边的这个楼呢与旁边的这个住宅楼之间的相隔距离是在75米左右 那我们知道一般政府是要求他们的正常来讲 两栋楼之间间隔的距离最小是在25米 那75米的话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宽了 所以在光线的遮挡上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我们预计呢在15层以上的光线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的充足 那么在西向是未来的另外一个楼盘项目叫做这个City Light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开发商 那么开发商呢是这次这个项目是有两个开发商参与 那么一个呢是这个Reserved Property 另外一个是Westerdale Property 那么这两家公司都有比较长的历史和很多这种成功的项目 那么Reserved Property它是有差不多30年的历史 在整个北美已经达到了将近100多个开发项目 那么其中包括呢12000个住宅和2万平方尺的这个商业和零售项目 有着很好的口碑和雄厚的谈利以及丰富的经验 那么比较让大家熟悉的也是在这个项目附近的就是这个Rice Condo 那另外一个开发商Westerdale Property 它是更加有更加资深的经验 那么有60多年的这个开发经验 那么不仅打造各种住宅单位和商业的项目 同时呢它会建造经营和管理很多用于出租的住宅楼以及商业办公楼 所以这家开发商它不仅是善于开发 并且在这个管理物业上也有着比较卓越的建树 那么著名的地标Noble呢 当中也有他们的开发生意 那么这个项目呢也是一如既往的 因为Line5的北楼我们公司就是第一批拿盘的这个地产公司之一 那么所以在南楼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一样是能够guarantee大家的这个first access 那么因为是first access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VIP最低的一个价格 那同时我们也会给大家争取到很多的这些incentive 除了价格比较优惠之外 我们还可以拿到比如说像这个free assignment的就是免费的楼花转让 包括呢在这个occupancy期间是可以这个往外出租物业的 那么同时呢最后的这个交房成本里面的development charge 我们也会有一个caf为一个封顶 那最后我们再来总结看一下这个楼盘的一些亮点 那么首先呢在近年来我们都知道购买楼盘的过程当中 master plan已经成为评定一个楼盘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么完美的就一个比较完整的社区 也就意味着它比较优质的这个生活品质和这个发展空间 那么在资源相对比较稀缺的mid time master plan就显得更加的珍贵 那么尤其是在前期购买到这个项目的朋友 那么他们会有更大的一个盈利空间 因为整个项目大概是四到六期 那么每一栋楼它的价格都会相比 比较前面的楼是要上涨的 那么所以的话呢在早期来购买到这个楼盘 你的这个升值的保障和升值的空间就会更大一些 那么第二个是从交通上来看 那么从Line 5出发呢 从步行八分钟就可以到达Yang和Eglinton地铁站 那它门口呢就是这个就是2022年 会完成的这个就是轻轨LIT 那么并且呢和地铁相连可以全面贯穿到这个大陆地区 那30分钟以内可以抵达多伦多三间 三所这个就是比较顶尖的大学 那么轻轨的全长是25站 那么它从斯卡卜出发 一直可以到达这个就是Piersen Airport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Line 5车型在15分钟以内就可以到达多伦多 各大顶尖的私校和这个排名在前100的这些空力中小学 那么步行七分钟可以到达这个Eglinton Junior 那么它呢在这个安省的Fresor Institute排名 它的平均呢是这个7.4分 在3000多所小学当中的排名是500多名 574名 那么步行20分钟呢 或者开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Hodgson初中 那么在这里它还是配这个法语教学 所以呢就是可以比较适合这个想要孩子 接受这个双语教育的家庭 步行七分钟是可以到达很著名的高中 这个Norsen 它的评分是7.3分 排名是接近100名 步行七分钟可以到达最传统的法语小学 John Fisher 那么这个在整个的TTSB当中也是非常的有名 步行11分钟呢 它是到达这个排在这个前四的最顶尖的一些学校 那么包括这个Upper Canada College 那么包括这个女校的名的Bishop Stanton School 男校的Crescent 以及这个综合的York School 那么第四点的话呢 就是多伦多的房屋的出租控制率相当的低 刚才我们讲过是不足1% 而这个Young Eppleton社区也就是就业增长率最快的地区之一 在多伦多市政府现在对该区域进行耗资上亿元的这种大规模的翻新 所以来讲的话呢 这个整个黄金位置 它的房地产永远来讲都是一个稀缺资源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的这个保值的 那么所以这些也就保证了 在这个地区它有一个这个比较高的这个租售比例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数据 从Young Eppleton这个区域 2017年到2018年 它整个的租金上涨了26%左右 那我们预计在2022年 这个Line 5这个楼盘交接入住的时候 租金将会上涨33% 也就是说每平方尺会上涨5块钱 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长比例 那么第五点呢 Line 5它所在的社区Young Eppleton 那么在多伦多拥有的这个140多个社区当中 那么这个小区它是排在第四 那么被多伦多Life Magazine 它2013年在做这个市场调研的当中 它是被平成了多伦多 正式的这个最佳居住地区 那么现在呢 Young Eppleton社区不仅仅是最佳的居住地 同时也成为它一个 就是多伦多最主要的一个商业经济圈之一 从就业的角度来讲 在Young Eppleton地区呢 它也是我们多伦多第二大和发展最快的一个就业中心 那么周边也有很多的这种餐馆啊 娱乐设施啊 购物中心啊等等 它都在这个步行范围之内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Line 5它的这个楼里面的配套设施 是非常的齐全的 那么从一楼的这个健身房 室内游泳池到七楼的这个室外电影院 还有烧烤区域 以及呢 九楼的室内游泳池和图书馆 它有一共是三层的这个全面的娱乐设施 所以呢 在里面的住户是每天都可以享受到 这种非常高标准的这种配套设施 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去介绍的 关于Line 5这个项目 即将发售的南楼的一些状况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也欢迎跟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那么我们这边如果有进一步的update 我们也会及时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更新 那好 谢谢大家